文貴議員 行政院國土辦公室的黃主任 氣象局退休的基副局長 還有各位在座的 我看有好幾個高中的老師 還有很多的家長朋友們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那當然我們同仁也在這個地方 大家早安 今天是9月19號 你大概今天起床的時候覺得好像 沒有昨天那麼的熱 昨天是9月18號 如果各位啊 可以好好的Google一下 同學們啊 Google一下你可以發現非常的特殊 昨天的9月18號 是我們氣象 所有的觀測系統 從1897年一直到今年 昨天為止啊 124天來 台灣啊高溫超過35度的日期啊 總共突破了86天啊 你覺得我沒有什麼感覺 你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我不曉得同學有沒有感覺 今年的7月24號 台北特戰特大的溫度 39.7度 當然我不知道連考會不會考 不過啊 他也突破了124年來的台北戰的紀錄 特別啊 非常特別的資料啊 我們從2014年來 台灣的氣溫啊 突破35度的天數啊 超過了60天 2014年來 然後啊 逐漸的增加 2017年來 有77天 然後72天 看起來啊 好像都在六七十天 平之不淺 軟化的氣候啊 好像就在我們的眼前 你我啊非常的幸運 為什麼 你就是啊 軟化氣候的見證人 你的見證啊 等一下 連續啊 三場的說明 天氣的說明啊 要好好告知你這些秘密 告知完了以後啊 你等一下走出去15樓 你會看到 有很多的 不可告知你的密碼 你要慢慢自己去解套 從15樓走到16樓 你就知道啊 這一系列所有的智慧防災啊 看完了以後 走到樓下 保證啊 保你平安 今天的主軸 祝大家 生活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今天有三場的一個 演講 首先呢 第一位講者是 跡象組的組長 余宇強余博士 講題是 災害性天氣之多少 那我們歡迎 余宇強余組長 大家好 這個 今天呢 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台灣的災害 跟如何了解台灣的災害 在世界氣象組織 它有一個說明 全世界呢 跟氣象有關的災害呢 有以下幾種 好 那從乾旱一直到 豪宇強豐 那有打勾的呢 就是在台灣地區 出現過 沒有打勾的呢 是我們 比較少 看到的 那當然 你會懷疑說 沒有打勾的 這個蝗蟲為什麼是我們的 世界災害 有沒有這個疑問 它其實跟乾旱有關 那在全世界的災害裡面 為什麼把乾旱列為第一位 因為乾旱影響的時間 又長又大 那目前呢 台灣在這個禮拜呢 在水情燈號呢 已經把桃竹苗台中 列為水情 要關注的部分 就是綠色的綠燈 也就是說 在今年的氣候上 我們颱風少了 但我們乾旱的影響 開始越來越大 那我們的台灣呢 其實跟世界各地都一樣 是一個災害相對比較多的地方 那根據我們的法律 氣象法裡面規定了一些 危險的天氣的作業 這裡面從颱風 一直到乾旱 都是我們 影響到我們的這個災害天氣 那當然我們的法律裡面也有 天然災害跟人為災害 那災害風險我們怎麼去評估 災害風險 其實它不是看到災害它就是風險 當有了災害事件之後 我們是不是遭受到它的這個影響 然後呢跟我們面對災害的準備有多少 這個加起來就是我們的災害風險 所以我們的評估呢 不是看到災害 我們就覺得它是災害 我們也要去準備 甚至要去做預防 好 這裡有一個跟災害 預警有關的故事 在蘇迪勒颱風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北部地區 其實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 那有兩個事件 一個事件呢 是在桃園的河流部落 這個部落呢 它掌握了這個有效的資訊 在前一天的中午 就把當地的居民 總共有15或25個人 做了預防性的撤離 把他們呢 安置在活動中心 然後來做避難 另外一個地方呢 從烏來的中治理 他們收到了訊息 但是呢他們認為 他有時間處理 當雨開始下的時候 他們的里長還帶著他們的志工 去挨家挨戶的把居民牽走 所以一個叫做預防性撤離 一個叫做緊急撤離 這兩個的結果 河流部落的25個人 安安全全的過了那個晚上 但在烏來的中治理 在撤離的過程當中 遺漏了兩個 就一對夫妻 這對夫妻呢 前一天晚上 他們多喝了一些酒 所以呢 在叫他們起床的時候 並沒有徹底的把他叫起來 所以那兩位夫妻呢 他就被衝走 就失蹤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例子裡面 告訴我們 面對災害 我們如果有效的去掌握 要掌握訊息 這個訊息 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何掌握天氣訊息 如何掌握災害衝擊的訊息 如果大家有手機 就Google NCDR Watch 這個Watch不是我們的手錶 這是Watch 這是看 當你Google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一個網站出來 這個叫做天氣與氣候監測網 這裡面呢 有相當多的資訊 包含了 我們整合了所有氣象資訊 我們也把這些資訊呢 的衝擊 去做了一個整理 同時 它不是只有氣象 它是多重災害的資訊 另外一個 大家在看氣象資訊的時候 常常有一個違和 我看不太懂 我們嘗試著用各位看得懂的科普方式 或者客製化的方式 來處理這樣的資訊 所以這樣的一個網站呢 可以提供各位 有效的掌握災害天氣 那它呈現的方式呢 是以主題式的方式 你關心颱風 你就看颱風 你關心水庫枯旱 你就看水庫枯旱 相同的裡面也有登格樂 也有這個航行船隻所需要的波浪資訊 那在技術上面呢 我們整合了台灣數值模式的技術 跟我們針對不同的天氣呢 我們整合了不同的技術 它包含處理短延時的 包含處理我們一般台虹的 甚至包含處理更長時間的水資源的資訊 都在這個裡面 我們為了這些技術的發展呢 我們整合了全台灣的雷達資料 這些資料呢 可以很快的10分鐘之內 就處理完一次的資訊 然後及時的去做一些動態的展示 那我們就透過了科普的方式 讓各位看一下我們處理出來的結果 它是一個3D立體 可以來做一個分析診斷的方法 同時它也可以是一個動態 然後瞭解整個氣流變化的一個情形 那有了雷達 它可以知道我們現在來觀測 但我們想知道未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也整合了不同的模式 包含了雷達資料統化 包含了細節預報的系統 甚至我們有更長時間 可以預報15到30天以上的這個模式 把這些資訊來做一些轉化 同時去年科技部也發設了福衛7號 取代了過去的福衛3號 福衛7號的眼星資料 現在每一天可以提供4000多筆的資料 我們利用這些資料可以去做監測 預報甚至可以做氣候的分析 在系統裡面我們不只有氣象 我們把所有各位關心的災害性的訊息 去做一個統整 有一個網頁它可以提供 你現在的天氣的資訊 同時它也會告訴你 你所在地 是不是有災害的一個 預警或風險 那在客製化的預警資訊裡面 它裡面包含了降雨的預警 包含了寒害的預警 包含了乾旱的預警 甚至你在行交通上面的一些預警資訊 我們也都做一些提供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立體的 多媒體的一個展示 在颱風來以前或降雨來以前 我們可以透過上面的回播 去推估下面的雨量 甚至我們把已經發生的雨量 可以來做一個展示給你看 那未來我們也會用科普的方式 去呈現預警的資訊 告訴你颱風快來了 然後它的過程 它的情境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 我們面對災害 我們可以敬畏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完全做好準備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會提供你完整的氣象資訊 也會用客製化的方式 提供你看得懂的資訊 甚至我們嘗試用更多的多媒體方式 來讓你們了解 防災的資訊 以上是我的說明 謝謝 謝謝余組長 那待會我們會有問答時間 所以我們前面是三個報告一起 把它報完 那第二位的講者是 題目是揭開災害潛事的密碼 那我們歡迎那個破地洪漢組的 張智欣當組長 今天不管你的頭銜是什麼 不管你的年紀是什麼 我們簡稱 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早安 讓我來帶你們知道 看看台灣有哪個地方容易發生災害 大家知道的 台灣是個美麗的島嶼 有山有平原有海 可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潛藏了各式各樣的災害 例如說 我們在山區經常可以看到崩塌 什麼叫崩塌 崩塌可能就是一些土石 從山區這樣崩落 滑落下來 而且它旁邊可能就有聚落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住在那邊 你就要相當關心這個崩塌 會不會影響到你居住的環境 我們知道山區常常有土石流 最有名的地方叫做神木村 神木村的土石流 神木村發生土石流這件事情 其實在賀博颱風 甚至更早以前就陸陸續續都有發生 然後在921地震之後 因為中部的土石鬆動 所以土石流發生的更為頻繁 那土石流是什麼 是在山坡地裡面除了土石掉落下來 它其實是夾雜大量的水 這樣一起的流出來 神木村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用Google的影像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這個地方是神木村 那它同時就是河澀溪 哈馬嘎巴西 愛玉瑞西 水溪的一個交會的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背後是什麼 駐山觀日 其實就是在阿里山 如果你下次在阿里山看日出的時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對面就是神木村 就是土石流的發源的地方 也許有一天 這裡持續崩塌 你看到這個淺色的地方 其實它一直持續的崩塌 這個淺色的地方可能就會接近 嘉義跟南投之間的交界 也許哪一天 駐山觀日的這個地方 可能都會受到這些崩塌的危險 然後可能下一次的觀日的地方 你可能再往後退了 在山坡地裡面的摘害裡還有一些形式 是崩塌跟土石流不太一樣的 我們把它稱為地滑 這個是在苗栗石水坑的地方 曾經發生過一次的地滑 你會發現這個植物長得都還好好的 沒有像剛剛崩塌那邊光秃秃的一片 可是它整個往下滑了 那整個往下滑了 其實旁邊的建築也都還好好的 那人其實在房屋沒有完全倒塌的過程裡面 其實人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危險 那這時候稱為一個地滑的一個形式 地滑還有另外一種形式 像是國道3號這個歷史 它其實是一個順向坡 那順向坡其實就會順著這個 岩石的層面的地方 那往下滑 如果你這個支撐不夠的時候 尤其當時開的高速公路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順向坡往下滑 你可以感覺一下 這個整個滑落下來的位置 大概200公尺左右 200公尺如果是一個國小的操場來講 那就是一圈 一圈的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一個順向坡滑下來 這裡有4個人死亡 毫無預警的 那這樣你覺得這規模已經很大了 可是我們談到崩塌這件事 我們不得不談小林村這件事 小林村我稍微用這個道路的距離 讓大家感覺一下 200公尺跟2公里的差別 10倍以上的距離 一樣小林村這樣崩下來 你可以想像這個崩塌的規模 遠大於這個順向坡的崩塌規模 好 那像這些的災害類別 你如何知道說它在哪裡呢 剛剛余強組長有提到 河流部落 草原復興湘河流部落 兩年之後我們再重新回到這個現場去看 哇草長出來了 你看這個環境感覺還不錯 這個地方生活人家背後有草 這個環境 我們很容易忘記 它其實在兩年前曾經發生了一個 像土石流災害這樣的一個 然後有十幾戶的民眾住在這邊 但是他們都事先千里了 所以沒有受到太大人員的傷亡 不過兩年之後其實很快的 我們很容易遺忘 這個地方曾經是一個土石流發生的地方 那我可以怎麼樣找到這個位置呢 其實在我們的圖子裡面都有 土石流的潛似溪流在我們的圖子裡面 可以看到它是一條土石流潛似溪流 這是它的聯想範圍 那這個圖子你可以在哪裡找得到呢 歡迎到災害潛似地圖的網站 你可以找到這個地方 那你還可以在這裡面找到 什麼樣的波地災害類別呢 包括剛剛談的順向坡 像小林村這樣的潛在大規模崩塌 落石等等 然後土石流當然是可以找到 通通可以把它放大到 你可以居住的環境周圍 去看看到底你居住家園的附近 有沒有類似這樣子的災害特性 另外台灣也經常發生水災 這個是在2018年的8月23號 豪雨事件 在這個豪雨事件裡面 其實我們的西南部的沿海地區 其實淹得非常的嚴重 那這是一個 嘉義的栗子輪的地方 淹水的情況 另外當時大家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印象是 媒體一直不斷的放鬆說 這個長壇村淹了好久好久好久 淹了一百多個小時 淹了五天 然後水怎麼樣湊出去又怎麼樣流回來 就是沿著他旁邊可能有一些 沿海地方這樣流回來 這個地方的高層 平常是-5米到0.9米 這意思是什麼 平常他就有一些時間是在海平面以下的 只要是漲潮期間 其實很多的水就沒辦法排出去 你要用那短暫的退潮時間 才可以讓水自然從這個地方排出去 可是因為淹水的時間太久了 其實他整個排水的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一樣的 這些淹水的事件其實有時候很快 我找到一個例子 是在梅基颱風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下午13點47分 水開始淹 淹到15點20 到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這個車子就滅定了 像這樣的強降雨的事件 造成的淹水其實很快 你不會很想說 淹水可能是慢慢淹的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淹到 快要一樓的這樣的高度了 其實這是非常嚇人的 這是在2010年9月20號 凡納比颱風的時候 在高雄一個淹水狀況 那淹水的規模 其實是騙擊整個鄉鎮 整個市區的 也是非常嚴重 那這些圖資你可以在哪裡找得到呢 我們透過淹水的模擬技術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知道雨怎麼下 知道水怎麼流 然後去分析說 哪一個地方淹水顯示是比較高的 當這些淹水的過程裡面都分析完之後 我們會把這些圖資放到 災害顯示地圖裡面來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地圖裡面去找到 哇 你居住的板南線附近 哪一個地方是容易淹水的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說我淹水降雨的條件 比如說24小時下了650毫米 或者是12小時下了300毫米 你去選擇這樣的一個選項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未來你遭遇到的一個降雨 那你這個地方有可能淹成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另外台灣也經常有這樣子的災害性的地震產生 那待會會有柯孝勳組長談會更細 但是我這邊提醒大家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當時02-06地震的時候 主要沿著這條線 我不曉得在座的小朋友有沒有一個人 可以回答我這條線是什麼 很多的建築物倒塌 然後 地表有裂縫等等的 太好了 待會就到地震組去領銷禮物 好 你知道地震斷層在哪裡嗎 然後 你知道地震會引起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在哪裡嗎 一樣你可以透過這個網站裡面去瞭解 以大台北地區 這裡有一條斷層 待會你可以到我們的 探位去 你可以把這條斷層找出來 它到底叫什麼名字 然後它可能產生 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它可能產生液化的一個狀況 好 那台灣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有地震有颱風 它造成的災害特性 那經過這樣的災害特性 其實你應該很想要知道 它到底在哪裡 所以透過我們這個網站 那你就可以了解這些地方 那 當你知道這些災害的位置 如果你居家旁邊有這樣的特性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其實在提醒你 你居住的環境具有潛在的危險 你要做好一切的準備 就像剛剛俞強組長提到的 河流部落跟中治理的部落 一個做得很好準備 一個比較沒有做好準備 那傷亡可就不一樣了 那所以呢 但是這樣的圖子 其實告訴你之後 你又不能避免說 完全所有的災害都不會發生 其實還是有一些災害 可能在這個預料之外的 也許我們就透過一些應變的機制 來處理這些 平常沒有辦法在這個圖子裡面 呈現出來的災害特性 所以邀請大家一起來了解災害密碼 掃個QR Call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網站如何操作 如果使用 以上 好 謝謝張組長 第三場呢 就有關地震 剛剛已經先洩漏了 透視台灣活動斷層下的地下樣貌 那由地震與人為在柯孝勳 柯組長來做這個講演 好 各位早起的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今天 我為什麼特別強調早起 那我跟各位先打個廣告 就是說等一下我會跟各位 介紹我們地震的一些工作之外 其實我們組還有一個 特別的一個技術 就是我們用各位的手機定位來 來分析大家的生活的一個活動 那從我們以前的例子來看 就是週一到週五 大概大家六七點 整個那個 整個都市的人流就已經開始活躍起來 但是到了週末各位知道嗎 要將近快十一點十二點 整個才會活躍起來 好 所以各位今天如果九點多到這邊 可能七點就出門了 所以謝謝各位突破平常的習慣 來參與我們這樣一個活動 那各位如果等一下對這個技術有興趣 歡迎到15樓地震與人為災害組 做一個參觀 好 那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紹就是 地震也是台灣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災害類型 但是它的一個特性就是它很難 它幾乎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等一下會告訴各位 我們怎麼樣用一些技術來做所謂的研判 好 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有一些科學的方法 來協助做研判 那我們先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以全球的角度來看 地震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它發生的位置好像有一種密碼 前面提到的所謂密碼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些大小地震其實 它都跟所謂的板塊邊界有一些關係 板塊邊界有一些關係 所以我們會從科學角度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了解構造地質的構造 地質的斷層 我們就能更掌握地震 可能帶來的這些風險 好 那台灣在哪裡 台灣不大 但是地震很多 那我們可以統計一下 就是說這個是台灣近20年來 每年地震發生的一個次數 那我們稍微分了一下 相對比較大的規模5以上 然後規模3到9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加起來 每年台灣的地震 大概都是三四百次以上 三四百次 那如果有一個比較大的地震 像2018 0206的地震 那其實它帶來的一些余震 相對就會更多 那這個是更早 從近100年來 各位看到台灣其實密密碼碼 都是地震分布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們如果要研判地震 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是不是從一些構造來做分析 那台灣我們講也是很多斷層的地方 那台灣到底有多少活動斷層 那這個是我們先從台北來看 我們住台北 我們先從台北來看 那斷層是這樣子 就是說在台灣我們有一個主管機關 中央地址調查所 他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那以中央地址調查所的一個比較 就是說官方公告的一個資料 在台北最主要就是 在台北盆地西邊的三角斷層 但是我們國內 我們學界其實有很好的一些 研究的一些能量 所以對於學界來講 他還是有很多研究上的一些成果 所以在台北地區 很多學者認為 這邊有新天斷層 有台北斷層 有坎腳斷層等等 所以不管怎麼樣 其實台灣的地質構造先天上 就是有很多的一個 不連續的一個地方 那甚至海域 不是只有陸地 斷層跟你的行政區沒有關係 他不會因為你到這邊 他就斷掉 所以除了陸域上的一個斷層 然後海域在台灣的東北 東部跟南部 其實密密麻麻 很多的一些破碎袋 跟所謂隱墨袋或者是斷層 的分布 那回到就是以官方來講 官方比較正式 所謂他認為 我們是認為比較有明確 已經找到證據的 大概就33條 那一般來講 斷層會分第一類跟第二類 那他是從他的活動度 第一類就是大概1萬年裡面 1萬年裡面我們有找到活動的證據 那第二類是大概10萬年以內 找到活動的證據 那這個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台灣從北到南其實不滿了斷層 好 好 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要了解 想要進一步研判地震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構造弄清楚 那一般來講 活動斷層 什麼調查 大概分 從他的一個範圍 會這樣做區分 就是說在地表面 我們一般會從地形 或者是說現地的一些 我們找到的一些地質剖面 來做一些調查 那在比較淺部的構造 我們會用挖潮溝的部分 就往地下挖 看能不能挖到那個斷層面 那在深部一點的 就是用一些比較 非破壞性的 就是說可能用超音波 或者是說用一些地表政策的一些 資料來做分析 簡單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這個部分 張處長有介紹過 當這些災害 它的位置 其實也是告訴我們 一個地表調查的一個重點 假設地震是因為地表的錯動 斷層的錯動 那它的災損 其實一定跟我們的構造 會有一些關係 所以地表的調查 地震之後 我們為什麼需要去做 所謂勘災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希望讓我們去針對這個構造 可以做進一步的一個了解 那這個都是在 0206斷層的一個造成的一個破壞 那協助我們了解 它真實的一個位置 第二個部分就是 所謂潮溝開挖 就有點像我們幫地層開刀 表面我們看不到 我們挖下去看看 那這個是在 在花蓮地震之後 我們中心跟台大地質系的陳老師 一起合作 在美輪斷層 去做一些潮溝的開挖 我們大概挖了20幾公尺長 8公尺寬 然後5公尺的這樣子的一個 潮溝 那確實在這次看到 我們有找到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 斷層面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也都幫助我們針對 斷層的構造 可以去做一些了解 那在深層的部分 就剛剛跟各位提到 我們用一些 超音波等等這些儀器 就是有點像我們幫地層造超音波 那我們透過政策做一個人工的證源 就是一個機器去打地表 然後透過反射回來的這些訊號 我們去原判 在地底下到底斷層是怎麼走 好 那當我們有這些資料 其實都是比較平面的 那我們在希望就是說 如果那地下是一個立體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把這些資料看怎麼樣 透過一些技術 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 立體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這幾年 我們中興跟台大跟成大 跟中油公司 我們有合組一個團隊 把這些平面的資料 變成是一些 立體的一些構造 那這些立體的構造 其實對我們在一旦地震發生 在做整個災害的研判 其實發揮了很大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已經完成的 就是全台灣的地下的一個構造 每一條斷層 他除了地表線的位置 他地下怎麼轉 到底地下多深 每條斷層都不一樣 走的角度也不一樣 然後深度也不一樣 那這些我們已經都把它變成我們的資料庫 數位化的一個資料庫 那甚至可以看到東部的斷層 南部的斷層都比較深 到了西部的斷層其實它相對比較淺 那每一個斷層的地下的一些分布狀態 我們都數位化去把它完成 好那這些在我們防災上 就可以有很多的應用 第一個部分 地下的構造 我們跟地面上的這些曝露量 剛剛余組長有提到 有沒有災害要看 你這些位置有沒有我們的曝露量 所以這些斷層 到地上到底會影響到哪一些重要設施 哪一些建物的分布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做更細緻的一個 地震情境風險的一個分析 那另外在應變的時候 我們利用這些資料把它變成是 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懂的一些立體的剖面圖 那以這次是0418的一個例子來講 當地震發生之後 余震出來我們把它套上去 透過這樣子的一些圖資 我們就更容易去研判 這次的斷層是 這次的地震主要是在中央山脈斷層引致的 那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它跟0206美輪斷層的 型態是不一樣 而且各位看到這一條斷層是相對比較陡直 所以我們會研判就是說 它後續的余震大概就怎樣 可能就不會再多 那這個跟美輪斷層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是各位如果那個時候有注意就是說 美輪斷層0206地震發生之後 餘震大概兩三百次 那餘震兩三百次會造成什麼影響 就是你要救災的人 他可能會受到風險 餘震可能會再自災 所以那0418透過這樣子的研判 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說 也許後面救災動作就可以再做加速 那另外我特別提一個例子就是說 去年台北很少發生地震 但是在去年有好幾起的地震 發生在士林這個地方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圖資 其實也很快了 做一些研判然後做一些整理 然後把到底跟哪些構造有關係 去做了一些區分 但是我這邊先賣個關子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各位知道是大屯火山 那到底是大屯火山的活動造成的地震 還是地質構造的地震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等一下到15樓的地震人為組的攤位 我們繼續再做一個討論 好 那以上說明 謝謝 好 謝謝柯組長 我們賣很多關子 那QA5分鐘 因為我想大家還是想去攤位看 因為在現場打可能那個 大家會聞周周的講很久 有沒有現場需要馬上 欸 換你 我想問一個很直接的 應該是很實際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買房子的時候 我已經確定一個標的了 就是門牌號碼地址都有了 那我怎麼去知道說透過我們現在這些系統 我知道說這個房子 第一個有沒有什麼逆巷坡啊 什麼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在斷層上面 什麼突然異化的問題 我知道這個資料資訊應該是有的 但因為它現在分得很散 所以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法說 當我鎖定一個門牌地址的時候 我怎麼去查相關資訊 好 謝謝 那個長組長 這也是專家 好 謝謝林爸爸的問題 這樣一說你就 大家就知道了 你認識我了 其實你來找我就好了 這個網站 待會你可以到我們的展場裡面看到 那它集結了剛剛談的斷層 土壤異化 順向坡 崩塌土直流 潛在大規模崩塌 海岸地區的爆炒液煙海嘯 其實通通都在裡面 那包括現在的大屯山火山 可能影響的那些材料堆積的地區 其實都有在上面 所以只要你有地址 只要你有肚子 你們就可以查到裡面的細節 以上 我想外面的那個房屋仲介 好像有的人已經開始在用 而且還會特別拿出來給你看 這裡絕對可以買 不過不是有災害潛事 你就通通不能買 我想只要有適當的一些工程方法 或者是房屋其實都還是可以住得很安穩 還有沒有其他 沒有就要結束這裡讓大家到現場參觀 還有我們現場的每一個攤位都有準備一點小東西 所以請各位踴躍發問 他們應該會很好很好的招待你們 好 那我們早上的一個報告就到這邊 那就請各位往我們的16樓的攤位去移動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